一早刚开圆 家长带着小朋友 马上冲进游乐园排队 已经迎来24节系中的小暑 最近天气真的是热到不行 游乐设施全被晒得发烫 不做防晒很可能就会中暑 防晒衣 电扇也是 帽子 还插着防晒衣 5点多就起来了 然后从彰化就已经快30度了 尽量带在室内 做完海盗船 民众满身大汗 大太阳底下除了春季阳伞 戴帽子 戴墨镜 不少人也自备风扇 挂在身上消暑 甚至有小朋友热到坦胸漏背 周日全台持续飙高温 台北市 彰化县 台南市 高雄市等等 从北到南有九县市都亮起橘灯 台中市也亮起黄灯 要持续留意36度高温 接下来10天空都是这种门热天气 到了礼拜三之后的话 因为整体风向上 总还是吹偏南风到西南风 发动重谷到南台东这些地方 都是容易会有36度以上高温 消暑的到来也代表告别棉雨季 进入台风季 只是天气变化多端 不少人的肠胃到老毛病又跑出来了 有专家提醒肠胃病耗发气节 容易有脾胃虚弱问题 应该少吃深冷食物 也可以透过瑜伽太极拳 促进肠胃蠕动 按压手掌心正中间的劳工穴 凝心安神提神心脑 还有膝盖上方约三指的位置 凉丘穴稍作揉压 里气合胃 去风化湿 以及脚踝内侧下方有个伤丘穴 压下去健脾又化湿 那有时候其实冰品比较不干净 所以造成我们肠胃容易有腹泻 或是拉肚子 夏天的一个天气变化 也是特别敏感的 气象属于谷 7月22加迎来大暑 天气实在好热 提醒民众外出多喝水 并记得做好防晒 记得盘建人 陈轩台北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